先把自己做好 我们今天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 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四节 第一节 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 第二节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 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 那这个论断在这里 就是有那个评判的意思 你看那个英文就很清楚 Do not judge judge的话有很多种 一种是法院的审判官 就是说这个人对,那个人不对 好像自己在当法官一样 还有一种judge是像那种评审委员 比如说在一个选美大会 评审委员会评审说 这个很有才华 那个不够漂亮 这个什么什么 那还有一种judge 就是这边讲的那个论断 在后面讲人家 在后面论断人家 在后面批评啊 什么的 你会不会注意到 很多人聊天的时候 就是喜欢在背后讲别人 那个不是在背后讲别人啊 讲闲话呀 就是在那边讲谁对谁错呀 或是在那边评审人家呀 耶稣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东西 都是因为我们这个自然的人 做不出来 所以他才要教导我们嘛 如果我们自然就会的话 那耶稣根本就不用教导我们 所以每次耶稣教导我们 做什么事情 就是平常大家最容易犯的错 以前我很怕说这个话呀 或做那件事情啊 或是连穿衣服都在那边 担心人家会怎么想 后来那个神就帮助我啊 解放我 原来原因是什么 我常常也是也是这样子看人家 怎么这怎么怎么这样讲 那人怎么这样做 他穿着衣服什么什么的 就是我自己也这样子想别人 难怪我会怕人家这样子想 因为这个第二节说了嘛 因为你怎样论断人 也也必怎样被论断 不是说也许或者是看情形哦 是说也必怎样被论断 你用什么良气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气量给你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必 一定会的 绝对不会说 一个人去在后面讲人家坏话啊 评判人家呀 这个这样子说谁对谁错啊 他不可能会不也收到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后来我就开始啊 神就帮助我来认罪悔改啊 就是不要再去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 一天到晚评判这个评刊那个 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到那个伊甸园里面 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然后在第十六节里面 耶和华神吩咐吩咐亚当 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自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 吃了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 他们二人类就开始一天到晚 就评判评判论断论断 一天到晚自己当审判官 常常自己来分别善恶 也不去问神了 以前我有一个朋友 他呢就 常常来跟我讲 他爸爸虐待他 对他多坏啊 他是个大学生 所以他就一直跟我们这一些朋友 诉苦 然后请求我们帮忙 那我有一个这群里朋友里面 有个朋友就决定帮助他 然后给他找一个地方搬出来 因为他已经超过18岁了嘛 在美国如果超过18岁就是成人啦 成人就可以不必经过父母的同意搬出来 所以我这个朋友他是个教授 他有收入 然后又是个单身 所以他没有什么经济负担 他就来帮这个大学生的朋友 然后帮他付学费啊 什么什么的 那我就祷告问神啊 那我心里就觉得不平安 所以我就硬着头皮 厚着脸皮 不帮忙 因为我心里不平安啊 而且没有神的启示 或是圣经的根据 来帮他忙 所以我就忍受那个peer pressure 就是同伴的压力 我当然是很喜欢我的同辈啊 同伴朋友啊 都觉得我很好嘛 很会帮忙嘛 可是我那次就忍着 结果呢 这个大学生 哎呀 毕业了 然后呢 然后就不见了 人就不见了 然后我这个教授 这个朋友呢 就跟我诉苦 说哎呀 他这样帮他忙 结果他一毕业 不需要他了 就不见了 然后他觉得很受伤什么的 结果过一段日子 这个教授就 收到一通警察打来的电话 就是这个大学生在医院 被人家打了 打得很严重 他不敢打电话给他家里的人 所以他打电话给这个教授 求他帮忙 所以这个后来我才知道 他的爸爸是一个牧师 那这个孩子 他教一些坏朋友 而且很不听话 这个爸爸是要管教他 要不要他在外面惹祸 交一些坏朋友 所以管他管得很严 结果你看 结果他自己出去吧 结果被打得好严重哦 所以很多时候 自己去分别善恶 是非常危险的 一定要什么事情都 跑来问神 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想 在箴言第三章 五到六节已经说了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知因你的路 所以我们要吃生命树的果子 生命树就是耶稣呀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所以耶稣是我们生命树的果子 我们要吃喝耶稣 我们领圣餐的时候 就是在吃喝耶稣 我们在念神的话呀 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嘛 圣父圣子圣灵 所以神的话也是耶稣的话呀 我们也是在吃耶稣 在念神的话的时候 那我们做神 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真的把它做出来 也是在吃耶稣啊 所以我们现在要吃生命树的果子 让我们的话语 不要充满着这个分别善恶 要充满着讨神喜悦的话语 和神心意的话语 充满耶稣生命的话语 而且在这边第二节说 因为你怎么样论断人 也必怎么被论断嘛 所以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 所以我们就是不想被人家评审啊 或者是论断啊 或是评判啊 那我们就不要这样子对人家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 继续第三节到第四节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凉目呢 你自己眼中有凉目 只能对你弟兄说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我们平常人的天性 就是先看到别人的错 自己的错都看不见 所以常常自己眼中有凉目 然后要去挑人家眼中的刺 常常就把人家也伤害到了 我就记得我以前 常常讲我的孩子啊 讲我的先生啊 矫正他们啊 结果家里搞得很不愉快 然后很多时候 孩子先生都受伤了 后来感谢主带领我 认罪悔改 哇 先把我自己弄干净 然后呢 为先生和孩子带导 为他们祷告 在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六节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所以我以前根本就都还没有 彼此认罪 我以前得罪 伤害到我先生孩子 我都没有去下门认罪 也没有跟他们带导 也没有为他们祷告 结果就要去矫正他们 怪不得搞得一塌糊涂 感谢主真的是 为我安排机会 跟我女儿道歉 跟我先生道歉 带领我为他们带导 为他们祷告 然后医治我们家里的关系 神亲自来改变我女儿 亲自来改变我的先生 神做得好完美 真是不可思议的完美 比如说以前 我老那个唠叨 我先生要看圣经 要看圣经 结果后来终于交给主了 结果主改变我先生啊 不但让他每天读圣经 而且后来我先生 在我女儿的学校 当圣经老师 我们继续来看第五节 第六节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目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不要把生物给狗 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 丢在珠前 恐怕他践踏了珍珠 转过来咬你 这什么 这个 这个我们常常 自己去矫正人啊 自己去说人家呀 结果就惹祸上身 因为你知道 那个没有经过神改变的人 人的天性 人的天性就是狗 就是猪 比如说狗有两个很大的天性 就是说 他为了食物 他什么都愿意做 很多人训练狗啊 就是拿一个 拿一个那个snack 拿一个treat 拿一个那个 一小块点心 一块肉啊什么的 然后他如果做了就奖赏他 所以 那那个 食物对狗来说 就等于钱对人来说嘛 所以我们常常 做很多决定啊 都是 看钱方面 都是为钱 比如说 哪一样便宜就买哪一样 拿一个工作待遇高 就拿哪一个工作 然后也没有去问神说 主啊 你到底要我 拿 要拿哪一样工作 就是做很多事情 我们 我们天然人 就是以前 来成为我们 做决定的 要素 然后 狗还有另外一个天性 就是说 在 如果你跟他 好好讲 劝他 哎呀 你不要这样子啊 你要那样子啊 你如果好好劝他 他 他不听 就是要用一些 像那种训练狗的人 他们有很多绝招啊 有很多招数啊 所以 有时候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不会训练狗的话 就是 你打他 哎 他就会听话 他怕 怕挨打 他就听话 所以人啊 没有经过神的那个 改变啊 大部分的人也是 不见棺材 不落泪 就是 怕受处罚 所以才不做 所以不要把 圣物给狗 那圣物是什么呢 圣物就是 所有出于神的 都是圣物 所有属于神的 都是圣物 比如说 神的话语啊 好 你去跟 去跟人家 讲神的话语 嗯 也没有祷告 也没有认罪 那那个 真的是 找麻烦 还有那个 不要把你们 珍珠 丢在猪前 我们 我们那个 没有经过神的改变 我们也是像 猪一样 那个 珍珠 就代表 智慧嘛 那个 猪的话 他只要 你给他 烂菜 烂菜 烂饭 让他在泥里面 打滚 他很舒服 可是你给他 珍珠 你给他 智慧 平常的人 没有经过神的 改变 都是像 猪一样 你给他 你给他 讲一些 好听的话呀 奉承的话呀 或是说 说那些 张三礼士 讲一些闲话 那些 哦 他听得很 津津有味哦 就像那种 烂菜 烂饭 可是你给他 珍珠 你给他 智慧 哇 那他 他真的 恐怕他 践踏 他践踏 你的智慧 藐视 你的智慧 还反过来 咬你一口 生气呀 什么 跟你生气 什么什么 那些的 在那个 真言 二十三章 第九节说 你不要 说话 给愚昧人听 因他 必藐视 你智慧的 言语 所以我们 没有经过 神改变 大家都是愚昧人 都是喜欢听 那个好听的 甜言蜜语 忠言逆耳啊 所以一定要 经过神的改变嘛 所以我们 第一步就是 要为那个人 祷告 然后让神 来改变他 哇 神做的工作 就是十全十美 以前我有个亲戚 哇 我劝他要 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 我不知道劝了 多少年了 每次都吵起来 每次都不愉快 结果后来 我终于学乖了 自己跟 自己就不再去 矫正他 然后求神帮助我 能够无条件的 接纳他 无条件的爱他 然后就为他祷告 结果后来 呃 才几个月之后 哇 这个亲戚 他自己 他就自己主动的 去认罪悔改耶 哇 我听到的时候 我知道的时候 简直就是 不可思议的惊喜啊 所以真的是像 那个以赛亚书 55章第8节 第9节里面 说的那样子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 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 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 我的道路 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 高过你们的意念 啊 真的是 所以 所以什么事情 都要先去问主啊 先去祷告啊 照神的方法来做 来我们继续看 马太福音 第7章 我们第7节 你们祈求 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所以这个次序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祈求嘛 第一个就是去问神啊 这个小孩子最会的 什么事情就来 先问妈妈 先问爸爸 所以我们第一个 就是祈求啊 然后 看神要怎么跟我们带领 我们就去寻找 然后寻见的时候呢 就敲敲门啊 扣扣门啊 就导扣交 托给主啊 说 如果是这扇门的话 就为我开吧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 那就 就把 就关着门啦 就我们再继续寻找 以前那个 我有那个过敏啊 好厉害 好厉害的过敏 结果就求神啊 医治啊 求啊求啊 然后就 就我就去寻找啊 看有没有 看医生啊 结果医生 只是暂时的 然后又去什么 呃 人家给我介绍什么东西 去 去吃啊 去看啊 去做啊 结果也都是暂时的 就我 那我觉得暂时的 不满 不满足嘛 因为我知道 神的救恩 神的答案都是 是完美的 所以不可能是暂时 所以我就继续继续 继续问 继续问 结果呢 有一次 呃 有一个人邀请我 去一个健康的那个演讲啊 结果我去的时候 啊 就听到他说 那个吃蛋 会让那个过敏更厉害 结果我就 哇 得到 得到这个 呃 知识之后就 就突然间 呃 看到了解 因为我早上 我好 我以前啊 我现在还是很喜欢吃蛋 我以前 吃蛋是什么 早餐两个蛋 早餐两个煮蛋 中餐什么 两个荷包蛋 晚上两个炒蛋 我好喜欢吃蛋 那以前已经有过敏 结果 长期的这样 每天这样吃这么多蛋 哇 那个过敏真的好厉害 结果 后来我就停止吃蛋啊 停止吃蛋 一个礼拜之后 开始过敏就越来越 轻微 越来越轻微 然后就完全断根了 完全没有过敏了 然后以后就知道 吃蛋要节制 不能够这样子 吃这么多蛋 所以真的是寻找 寻找 寻找 寻到了 我就去敲门嘛 敲门不是这个门 呃 再敲下一个门嘛 就这样 好 所以这个祈求 寻找 好 寇门 第八节 因为烦祈求的 就得着 寻找的 就寻见 扣门的 就给他开门 第九节 你们中间 谁有儿子求饼 烦给他石头呢 第十节 鲨鱼 烦给他蛇呢 所以这个神啊 我的经验是 神是有求必应的 他一定会 呃 他一定会 会回答我们的祷告 如果我们的祷告 没有被回答 那就要问神 啊 不然 有就 就好像说 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 啊 你会想到 会有不同样的结果 那 那不 那就 那就很 好像很 呃 没有效率 啊 所以如果每一次 譬如说有一次 我为一个 我有为一个亲戚祷告 祷告了好久 都没有效率 就我就问神啊 我就问神 说为什么我这个祷告 都都没有得到解答呢 后来 后来我就得到启示啊 启示是说 因为我很讨厌这个亲戚 所以我的祷告 对我 我这个祷告一直被阻拦 所以后来我就认罪悔改啊 求主帮助我 不要讨厌这个亲戚啊 就就在这一方面就 就求主改变我 后来神帮助我 把我这个毛病改掉之后 解决了之后 不再讨厌这个亲戚 嘿 后来我的祷告就 就神就 神就给应许了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如果得不到 我们寻求的哈 就就问神 有一次哈 我为我先生祷告 因为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吃饭 会扎嘴巴 扎得很大声啊 那我从小长大的时候 我是被教导是说 吃饭不能扎嘴巴 扎嘴巴就很没教养啊 很什么的哈 所以我就为我先生祷告啊 然后跟神说 还在那边说服神啊 说啊 他这样扎嘴巴啊 好没那个风度啊 这样在外面很难堪啊 什么什么什么 讲一大堆 结果祷告好久之后 神都没有改变我先生 后来有一次我就问神说 哎 奇怪 为什么我这个祷告 都没有被应许啊 结果后来我得到一个启示 就是说 我祷告错了 结果我就在想说 那我祷告错了 那我应该祷告什么呢 结果后来我就祷告 好吧 换一个祷告 主啊 求你改变我啊 让我能够忍受 他的扎嘴巴 不要被他的扎嘴巴 给烦到 结果后来 对啊 有啊 神有给我 让我有忍受的能力 来不要 不要那个听他 扎嘴巴 不要被他那个扎嘴巴 来烦到 结果后来有一天 我就在想说 我要这样子忍一辈子吗 要这样忍一辈子吗 我相信神有更好的方法 我要求那最好的 因为我知道 神来做 神的 怎么讲 神没有限制的 只有我们会限制神 神不会限制我们的 所以我就 我就继续祷告 我说主啊 我不想这样忍 忍一辈子 你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让我能够解脱 能够好像被释放 有那完全的自由 因为圣经里面说了嘛 在那个马太福音十一章 第二十八节到三十节 凡劳苦丹 中断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额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额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神的 所以我在想说 我一天到晚这样忍啊 什么的 我就觉得很不自由啊 所以神一定有更好的方法 所以我就继续在求 继续在求 主啊你给我真自由 真自由 你给我真正的那种 充满喜乐的那种释放 结果有一天啊 我在那个厨房 在厨房 我先生在餐厅吃饭 我在厨房的时候 我就回头 看了他一眼 因为他又在扎嘴巴啦 扎得好大声 我在厨房都听见了 所以我在厨房转过头 厨房和餐里面 有一个空空的地方 可以看到 我就看到他 哇 津津有味的这样吃啊 好享受的这样吃啊 结果圣灵这样下来 我就开始突然间领受到 哇 先生一天在外面这么累 回家享受一顿好的晚餐 吃得津津有味 结果我就这样瞧不起他 藐视他 压迫他 心里论断他 哇 当初 当那个时候 神就给我一个很大的 那个 那个忏悔的心 我就在 我在在厨房里面忏悔 痛哭 他们一直在那个流泪 在跟神忏悔 求主耶稣的宝血 来把我洗干净 哇 从那一次之后 我就完全解放了 我每次看到我先生 吃得津津有味 哇 这样好快乐地享受他 他的晚餐 或他的食物 我就觉得 我就为他高兴 我就觉得 我这就是忘记我自己了 就不再有我自己的意见啊 那些的 就真的是被释放 被我 被从我自己里面的那些仙剑 那些捆绑里面释放出来 我就 我就看到他每次吃得惊惊 我就很为他高兴啊 就不再压迫他 不再藐视他 而且 那个外表又怎么样呢 人家神给他 神给他那个favor 神给他那个好处 如果说他有朋友 因为这样子瞧不起他的话 那 那也不是我的事情啊 可是 可是他朋友比我的朋友还多耶 他朋友都好喜欢他 所以 真的是 这些都是些外表的事情 因为神说过了嘛 在撒末尔记上 十六章 七节 后半段 因为耶和华不向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所以像这种 扎嘴不扎嘴 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 你不能扎嘴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真的是 很多时候我们要丢掉自己 自己的包袱 要专心仰望神 真的是爱人是最重要的 因为没有爱 什么益处都没有 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第三节就说了嘛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异 所以真的是凡事 哇真的是要 要不能自己去分别善恶 真的是要靠主啊 靠这个神的话呀 靠祷告啊 真的要凡事都不能 依靠自己的聪明啊 我们继续 马太福音第七章 第十二节 所以无论何事 你们愿意人怎样带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带人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那那个英文说 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是说 for this sums up the law and the prophet 就是说 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结 把他全部总体的这样结论下来 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结 所以哇这个很厉害耶 真的 所以常常 真的是我们常常 希望人家怎么带我们 我们要先怎么样带别人 有一次啊 我就跟神讲说 你看那个人 他每次看到我都不打招呼 结果就得到一个回答 就说 你看到他的事 有没有打招呼啊 后来我才恍然大悟 对啊 我每次看到他 我也没有打招呼啊 我还期盼人家 做我自己没有做的事情 还有一次 我跟神诉苦说 我先生 我做一点小插作 结果他就挑我毛病 在那边讲 要提我以前做的不对的事情 我又不是故意做的 还这样子挑我毛病 结果后来我得到什么启示 就说 那我以后就不要挑我先生毛病嘛 那他以前的事情 原谅就原谅啦 因为爱是不计算人的错嘛 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 第五节 爱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啊 所以真的是 啊 这边讲的真次 你们愿意人怎样带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带人 所以 常常我们真的是要先看 先看看自己眼中的梁目 然后先自己反省反省 问问跟神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看到我们隐而未现的罪 在诗篇第十九篇十二节十三节 谁能知道自己的措施呢 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 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 不容这罪挟制我 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所以真的是 我们真的是要凡事都先到神这里祷告 祈求请心徒一啊 跟神讲啊 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的 我们继续 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第十四节 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 所以真的是 我们那个窄门 真的是要把包袱啊 什么自己的那些 自己的意见啊 我行我素的那些 自己的旨意把它抛掉 把它丢掉 专心的 仰赖耶和华 专心的寻求神的旨意 这个门是窄的 我们真的是要把 全部的包袱啊 全部自己的 自己的那个偏好啊 通通真的都要脱掉 才能够进得去啊 不然那个 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嘛 路是大的 很好走啊 带一大堆 背包袱 都可以进那宽门啊 就是随心所欲啊 那些的 根本就 大家都这样做 我们也跟着做 所以进去的人也多 大家都是这样做嘛 都是这个天性 人的天性嘛 可是你看哈 大部分的人 生活都很辛苦耶 家里争吵啊 很多很多麻烦啊 大部分的人呢 生命都不是像神在圣经里面应许的那样子 平安喜乐啊 和谐啊 在那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里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好 然后 什么什么的 所以神赐给我们的东西 都是比超乎世界 所有 所有的人事物可以给你的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 哇 家里也不和谐 这个人我也不合意 那个人也不合意 讨厌这个讨厌那个 一天到晚一大堆最瑕疵者 而且 身体也不好 现在我虽然说年纪大 可是 神慢慢一样一样的问题都把我解决掉 我现在身体是完全健康 什么毛病都没有 什么药都不用吃 以前十几年前我还失眠呢 啊 失眠很痛苦啊 结果那个神现在 哇 就是 就是吃生命树的果子啊 吃耶稣啊 来做耶稣要我们做的啊 就这些 依靠神完全仰赖神 不靠自己的聪明智慧 我现在一沾到枕头就呼呼打碎 一觉到天亮 睡到要起来灵修的时候 在耶利米书29章 第十一节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那个英文还更好 要叫 是要叫你们发达 prosper 要叫你们发达的计划 然后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十章 第十节 盗贼来 无非要偷窃 杀害 毁坏 我来了 是要叫羊 或议成人 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哇 神为我们的计划 神要给我们的东西 是一个丰盛的生命 那个盗贼就是魔鬼 他要来就是要偷窃 偷窃我们的时间 偷窃我们的喜乐 偷窃我们的健康 杀害 毁坏 毁坏我们在神里面 神给我们那美好的计划 所以虽然说 这个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呀 路是小的呀 可是真的是很值得 因为从神那里来的一切的好处 不但是永生 是永永远远的 而且今生就有 因为神说过啦 在那个主导文里面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神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神要赐个我们的好处啊 今生今世在地上 我们就可以开始享受 那永生的话 那更不用说啦 那就是更灿烂 更辉煌 更丰盛 更不可想象了 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